什么叫产权调查? 产权调查 Title Search 当买主与卖主签订了买卖合同后 产权公司的律师就要开始调查卖主的房子的产权记录 及物业的产权转移的历史情况 同时也要调查该房子的产权上有没有债务 如欠地产税、物业管理及市政府的罚单等 如果有问题,就一定要解决了才能转移产权 如果卖主不愿意解决所查出的问题 那么买主就可以中断合同,定金退回给买主 通常,产权查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所有人的信息 有多少人共有该不动产 若该不动产的产权人为多人 也就是说,该不动产为多人共有的话 所有共有人都必须在合同上签字,缺一不可 二、抵押设定 若屋主有房屋贷款 在产权查询时,会出现贷款银行及贷款号码 律师在进行交易时,优先还清银行贷款 然后将剩下的部分付给卖家 三、地益权 Eastmont 所谓Eastmont第一权,是指一人或数人为一特定目的 在不影响土地所有人的一般财产权利的前提下 使用该土地的财产权 Property Right 四、契约合同 Covenant 范围更广,包含各种契约文件 大多是已过时效的文件 但一直未申请注销 这些文件仍会一直伴随着所有权 需查清之前屋主曾与相关单位签例的所有合同 五、假扣押 诉讼 例如,建筑商未能取回其建筑贷款 建筑商会通过法院申请假扣押 又如离婚诉讼中 有一方可能会申请假扣押 当产权登记时遇到假扣押的情况 卖家必须先行解除 方可过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